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该剧在选角上相当迷惑 女主蒋文丽在不少年轻观众心中都是奶奶辈的演员 各大演技大奖拿到手软 不过 要知道她都已经56岁了 还要在剧中与男演员来演些情情爱爱的桥段不觉得别扭吗 再者说 蒋文丽以往的搭档也都是戏骨级别 像陈道明 张国立 陈宝国等大咖 如果与这些年龄段的人携手演绎黄昏恋道也不是不可以 至少年龄相仿 不会让人感到违和 可偏偏她在这部转角之恋里搭档的是42岁的明道 虽然她也不算是年轻演员 但是与蒋文丽也相差能有14岁 按照这个年龄也母子都没毛病吧 有一张剧照就是蒋文丽坐在沙发上直勾勾地看住对方 从造型到神态她都是妈味十足 就好像看多么出色的儿子一般 眼神里充满了慈爱和骄傲 咱就是说 这真的合适吗 而亲密照就更是拉眼睛了 蒋文丽留住闲乐气的短发 脖子上还围住妈妈们多爱的步行的杀金 配合上耳朵上闪闪发光的饰品 看住就像是个老富婆 至于明道则打扮得跟个被包养的小白脸一样 两人亲密地拥抱 脸对住脸 这还没亲上就看的人鸡皮疙瘩四起 不敢想象成片里的各种吻戏和床戏的多剧视觉冲击力 还是放过观众吧 从来没有期待一部积压剧可以永久积压 大可不必了 国剧老少配风盛行 给年轻人点机会吧 56岁的蒋文丽与小14岁的明道上演姐弟恋 不由让人疑惑 这可让年轻女演员们咋玩呢 老演员不愿意把机会让出来 非要选择本该有年轻人诠释的角色 其实这也不是国剧的第一个例子了 早在2013年电视剧生活启示录就遭到了网友的狂潮 严妮与小11岁的胡歌组成CP 剧中高能及情细不断 看得观众即无法直视同相遇 也不愿回想李逍遥 尤其是胡歌的女友粉们 心都碎了一地啊 不仅如此 带播剧也不让观众安心 一向塑造人妻人设的刘涛在做自己的光丽 与小12岁的刘雨宁上演姐弟恋 从剧照来看 两人完全就是母子的即视感 还有肖战与大自己7岁的白白和出演的交洋伴 我都挑战住观众的认知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市场上的少男配少女 中年男配中年女等是0CP越来越少 观众像好好课堂居然也不容易了 其实也不是不能拍摄姐弟愿题材 但起码要保证年龄差正常 明明不但还要硬凑在一起 就是为难了自己 也伤害了观众 同时 这种选角也能看出来中年女演员们不服老的心态 不愿意直面年龄 依旧沉浸在偶像剧带来的福利美梦中 久而久之消耗的是自己录人缘 对演技也没有多大的加成 还是希望这些中老年的女演员都能清醒点吧 把这些机会留住年轻人 什么年龄就演什么样的角色 像赵珂 39岁的她就给29岁的白净庭演吗 在清新日常里收获了不少好评 这才是人间清醒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